女子冰湖市井赛昨天继续在加拿大进行 中国队迎来上届市井赛亚军瑞典队 中国队在第二局偷得一分 并且在第四局和第六局 凭借后手优势各得两分 八局过后 中国队以7比3领先对手 瑞典队在第九局夺得两分 但中国队最后一局握有后手优势 瑞典队眼看最后一局无法扭转局面 于是提前认输 最终中国队7比5击败瑞典队 送给对手本次世锦赛首败 中国队目前以三胜一负的战绩 并列第三位